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一些纯财经的话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 可以说这也是每一个关注海外资产价格 长期看能演节目的朋友可能是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人民币的汇率的高低 那么最近人民币可以说涨势如虹 对应的就是美元大幅度下跌 为什么这波美元跌这么狠 人民币涨这么狠呢 主要原因就是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预期空勤强烈 现在预期每年储9月份会降息50个基点 那么这样一来 美元指数最近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大幅度的下行 人民币借机正好是收复失地反弹 那么最高反弹到了7.08左右 接近7 可以说这也是这一年多来非常强势的一波 所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从最高的7.31这波一下子跌到了最低的7.08 现在基本上是在7.12左右盘盘 就是美元比较弱 人民币比较强势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 个人认为现在是换美元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7.12的汇率 可以说是这一两年来最好的一个汇率 那么有朋友可能就会问 会不会会跌到7了 我觉得跌到7了可能性也有 但是要迫弃的话 可能难度就非常之大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换美元就分批换 你如果担心现在换高了 那么你就换三分之一 对不对 等再跌一点 再换三分之一 跌到7左右 剩下的差不多都可以换完 基本上就是这样操作 那么就可以平均一下换汇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操作是挺好的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 美元对人民币是否还会大幅度下跌了 我觉得再大幅下跌的肯定性应该不大 到7左右应该是到了一个极限的压力位置 尽管目前可以说美国它的经济情况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苗头 为什么会出现衰退 那么真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从2023年3月份到2024年3月份 那么刚刚美国的政府是公布了这段时间的非农就业情况 然后一调整把就业人数砍了81万 市场预计是砍100万的 那么就意味着这一年来非农就业的人数 它的数据统计不准确 没有那么乐观 就业情况没有想象那么好 现在一下子一年砍了81万的就业人数 可以说创了20年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苗头 可能比预期还要快 因为就业是反映衰退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如果很多人失业就业率大幅度下降的话 那就说明经济出现衰退了 市场企业的运工情况非常不好 会出现这种非农大幅度下修的情况 所以美国出现了衰退 所以美联储降息来刺激经济就势在必行 现在预计一年之内美联储可能会降息200个基点 那么这样一来了 美元就表现的非常疲弱 人民币借机就开始大幅度的反弹 那问题就来了 人民币既然大幅度的贬值不好 中国的央行害怕大幅度贬值 一跌到7.3左右就开始大幅度的维稳 那是不是说中国的央行支持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 升到7升到6.8左右了 我觉得也未必是这种情况 任谁也没有想到了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跟人民币贬值一直在做斗争的一个中共的高层 最近是突然开始对人民币升值产生了迟疑 减弱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支持 因为人民币升值太快 中国的央行也害怕 8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 报了1美元对人民币是7.1307 那么跟市场预期的差值仅仅只有7个点 是去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值 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中间价它是等于收盘价 加上一男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情况 加上逆周期因子 所以这三个因素右边就有三项 后两项都是干预的味道 特别是逆周期因子 就是央行在调控人民币的价格 换句话来说 人民币汇率中间报价 反映的不只是我们可以拿一人民币 换多少外币的官价 背后更是一个观察官方 想让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的一个窗口 一个信号 过去一年多了 为了阻止人民币无序的贬值 每个交易日中间报价 都跟市场预期差了一大截 几时甚至上百个基点 跟实时汇率那就差的更多了 比如说今年6月27日 当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是7.3的时候 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是7.1270 那么这一切就反映高层有意志 通过中间报价来传达给市场一个信号 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幅度 大于我央行认可的幅度了 那么现在差值越来越小 甚至是缩小到了个位数 说明什么问题了 就说明了中国的高层对人民币的干预 接待性的减少了 甚至是消失了 同时也从侧面了 说明了当前人民币的汇率 到了一个高层需要重新估量的敏感位置 按理说了7.13啥也不是 怎么就突然不再引导干预了呢 过去中国的高层不想人民币贬值太猛 怕币值不稳引发资本外流 那么现在完全有理由 趁着美联储即将降息的有腻的情绪 继续引导人民币的升值 达到失半功倍的效果 既然退出则必有原因 报这个想法了 我内外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 原来是中国的央行觉得 最近人民币升值有点太猛了 就能演刚才说的 从7.31左右 一下子升到了7.12左右 害怕了这样过猛的升值 冲击了中国的出口 对整个经济的战略不太好 所以现在中共的高层 又害怕人民币升值过猛 就是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如果你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你出口的价格换算成美元了 就比较高 你在海外竞争力就更弱了 对不对 不利于出口的 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 它如果升值是不利于出口的 但是升值有利于进口 所以很多贸易的国家 希望自己的货币是贬值的 比如说像日本韩国 就希望自己的货币不断的贬值 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 这种货币贬值 不会引发资本外流 不会引发金融的动荡 那么说中国的央行 害怕人民币升值过猛 这其实也是有证据的 那么在8月21日 央行通过人民币的汇率的中间价 是暴露了它的小心思的时候 在8月20日 彭博社报道 中国的外管局 开始要求银行调查手里的出口商客户 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是怎么看的 能不能承受得住 对冲风险做好了没有等等 里面的第一段原话是核心 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他说之前人士说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从8个月的低点 快速的反弹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正在评估人民币升值 对出口商的一个影响 21号的举动 是怕出口企业受不了 我们普通人的眼里 汇率就是人民币能换多少美元 欧元 但是在中国的高层的眼里 人民币汇率达到多少 可以让中国的劳动性不抛弃人民币 人民币的汇率达到多少 可以更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所以这些年 美国其实一直给中国在施压 要求人民币升值 那么另外一个侧面 就是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 所以中国一直在扛逐美国的压力 而中国打的小段盘就是 人民币不断的贬值 其实可以促进中国的出口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人民币过度的贬值了 又可能会带来资本外流 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 那么一旦资本大幅度的外流 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的外貌 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不管什么事情 中国的央行 他既不想人民币快速的贬值 也不想人民币快速的升值 这也是有原因的 那么今年中国的制造业加出口 推行这样一个战略 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制造业扩张 对冲地租经济下滑带来的影响 基本上房地产的 他方的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通过制造业快速的扩张 提供就业的岗位 同时增加中国的出口创汇的能力 说白了 他就是想换一下赛道 更是想减轻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扩张的债务病 去去一下风险 但现在可以说想摆脱房地产的依赖 想搞制造业已经是晚了 这就注定了 中国的高层对待人民币升值会非常的谨慎 或者说更偏向于适度贬值的方向 不过最近几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 但对一揽子货币却在贬值 中国对非欧美国家的贸易比重 在逐步的上升 这或许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今年唯独出口还能稳住 那么接下来人民币的汇率会怎么走了 我认为有一个淤值 就是人民币再升值多少会引发出口商将手里大量的美元来换成人民币 那么淤值不破就看美联储这能降息能释放多少利好 那么先说突破淤值的情形 估计不搞外贸的人也听说了 这几年中国的出口商手里囤着大量的美元没有结汇 玩起了借贷持利息这种操作 那么这个数额根据相关的评估机构评估从2022年到现在 估计出口商手里面大概囤积了5000亿美元的资金 可是这个体量还是不小 差不多点得上两到三天的人民币的交易额 这要是万一美国经济数据突然很糟大幅度降息 再带动一波让人民币升值不少 保不准就会触发这一波的余值 那么短时间5000亿美元就可能被抛售出来 让人民币一下子起飞 人民币可能一下子会爆升一波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按照中美利差大约3%来算 目前差不多人民币对美元如果升到了6.9 就会触发这一波的余值 所以直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其次余值不破的行星也是比较倾向的一个情况 仔细查看这一轮非美货币集体贬值 那么在亚洲国家 中国并不是贬值的最狠的 还有一些国家贬的也是非常厉害 那么人民币从7.3的高位算起 人民币升值了两个多的百分点 可以说这个升值幅度 连印尼马来西亚两个国家货币单月升值5%的一半都还没有到 所以这波升值人民币已不是反弹的最厉害的 甚至韩国货币都反弹了3.6% 那么人民币只反弹了百分之二点几 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来人民币其实还是很弱的 总之目前人民币升值是要比贬值还要敏感的问题 鉴于8月份的美联储降息脚步的加快 那么很可能9月份会降息50个基点 让人民币暂时快速的升值了不少 中国的央行对人民币贬值的支持暂时是告一段落 然而人民币快速升值却也是引发了中国央行的重视 但是人民币升值太快会冲击中国的出口外貌 所以从22号的人民币中间报价来看 目前冲击还不算太大 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破了7 或者是升值到了6.9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多提防人民币升值太快 可能会引起中共高层的一个打压 让人民币重新走上贬值的趋势 所以大家如果要换美元的 你接近7左右 我认为这个点位是换非常安全的 如果你还想赌它的到6.9 6.8的话 我觉得那个风险就很大 说不定再来一波爆饼 一下子到7.1 7.2 7.3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要换美元的话 最好的策略就是分布来换 我觉得这可以摊给你换费的一个成本 那么聊完人民币的汇率问题 这里聊几个投资的一个心得 可以说有十点体会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对大家是否有借鉴作用 第一个 永远不要碰国内的任何金融投资产品 不管是楼市股票 还是债券 那你财信托全部都不要碰 里面的坑信太多 投什么是亏什么 中国的经济现在是一个下落的飞刀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任何的投资品可以说亏的概率比赢的概率是大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永远不要说你投资什么不要把自己百分之百的资金投到一个品种里面去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第三点要努力工作提升你的本金 这点对于你做任何投资都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积累你的原始资本 第四点是了解投资的逻辑才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才可以控制好自己想要高买低卖的本能和想要乱操作的一个手 第五点是看清楚自己投资的目的是非常重要 你投资是为了养老的 所以稳健才是第一位的 不要亏本 第六点 知道了自己的投资目的并一直践行 才可能有效管理自己的欲望 第七点了解投资心理学和人性是必修课 很多投资大事都是人性的一个大事都是心理学的一个大事 大家可以看看巴菲特看看芒格基本上就知道了 第八点不要做逃兵 能扛过黑暗的人才可能看到光明 第九点永远不要自大 永远不要贪心 永远不要用别人的钱投资 就是说不要借钱投资 永远不要上杠杆 那么这样一来 你亏钱的速度可以说会远远超过你赚钱的速度 可能你的本金就会血本无归 加杠杆借钱投资 这是投资的一个大忌 那么这几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推荐一下能演的会员群 现在能演的会员群有四个微信群 基本上2000人左右 同时还有一个电报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群 那么这两个群现在也是非常的活跃 能演会在群里面定期和大家分享投资的一些心得 同时也会分享自己的会员的一些文章 还会和大家分享国内和海外一些财经大V的会员文章 可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每年只需要交266块钱左右的会员费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海量的财经投资的信息 我认为是物有所知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扫码能演的电报号WhatsApp号来加入群聊 欢迎大家进来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现在收听再见